长荣航空股东会尽管第一季美股亏损了两毛八 不过长荣航对于今年展望依旧充满信心 也预期在新机加入营运行列之后 目前再客率大概已经有八成的美国线还可以继续上扬 白先生帮您盖个银毛背 全面升级机场内服务用品 长荣航空在五月初一口气引进两架全新博音77730012飞机 服务生等个人座位换风格更导入最新机上娱乐系统 不过这些都不是最大卖点 这是一个趋势嘛 那我们最主要是提升我们的service这个为重点 其实我们现在每周线来讲各线每个月来讲 大概得罗定飞的大概都是在有85%以上 最令旅客期待的空中WiFi 只要飞机高度在2万英尺以上 乘客就能使用个人手机收发信件 甚至机上打卡统统不是问题 现在长荣航要一次引进八架 退身77730012机队 在2017年底前总数冲上30架 因为全世界来讲 这个美洲跟欧洲的航空市场 基本上已经非常的成熟也非常的饱和 现在唯一亚洲啊 这部分才刚起飞 所以我想啊 在亚洲市场上的航空检体来讲 是非常指日可待的 尽管第一季亏损0.28元 第二季要转营依然有困难 不过张国伟认为 旺季效应加上美国线需求增温 目前长城线商务仓载客率都达到8成以上 第三季有机会转营 FERTION 关于台北报导